69歲的何先生現在可以用眼睛看清楚物體 過去他動過兩次腳末移植手術 卻都失敗 曾經一度想放棄 像何先生就是因為罹患眼角墨炎才失去視力 眼角墨如果受到壓力細菌或病毒侵犯 就沒辦法啟動防御機制 最後引發眼角墨結巴甚至失明 專家說現在有新的眼角墨神經再生素 可以幫助病患找回視力 把額頭神經慢慢的在顯微鏡的幫忙下 把它分出8至10支的神經纖維 把這8支神經纖維移到眼球的表面上 樂觀的說在目前還沒有報導任何病發症出現 專家說字體移植讓神經再生 患者手術後5個月就能看到效果 也請罹患眼角墨炎而看不見的病患 不要放棄治癒的希望 大愛新聞黃才喜 何幸志台北報導 我們會不會為了 幫助文說 我們會想要照顧 充電化發生 我們會發生